新城乡住院乡亲营养位问津是乡长合理台 向任推动的13大项幸福社会福利政策之一 而从113年1月1号开始提升到新台币1600块钱 很多乡亲表示说非常感谢 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根本就像是雪中送炭一样 而112年度申请件数达到382件 乡长合理台带领团队体恤相亲 在113年提升了营养金 希望可以让住院乡亲更加的安心 新年乡长合理台长期重视乡亲的健康与生活 就在以来定期以乡内医院关怀本乡住院乡亲 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型医院数次停止探病 为了应用防疫期间能够持续关怀住院的乡亲 并且将关怀扩大到乡内外就诊住院的乡亲 折成社会科规划 新年乡住院乡民营养位问津 并以在111年6月1号实施发放新台币1000元 这项政策历经一年半 许多前来申请的乡亲表达感谢公署的协助 在身体不适的时候雪中送炭 112年申请建筑为382件 合理台带领团队体恤相亲 并且在113年1月1号开始提升住院乡亲的营养位问津 让住院乡亲能够安心调养早日康复 我们有一个叫做住院 住院营养位问津 我们只要我们的乡亲主人 到医院去住一天以上的院 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去住院表示身体健康 万一有的话 过去是你1000块 但是我们明年要做调整 我们明年花1600块好不好 所以只要 只要你的街坊邻居部落里面有人住院 你们就提醒他住院之后请到村办公处去找村开市领1600 然后也可以到社会课 公所的社会课柜台去领这个钱 但是要带什么资料 那时候问他们 他们就跟你跟你讲好不好 身份证 身份证跟你的住院的这些应该是收集 住院的收集跟身份证就可以领1600块 现在下载回台表示 新城乡公所长期办理极难救助及原住民极难救助 协助突发状况影响经济造成生活困苦的乡亲度过难关 现在像10个大家庭 对于住院调养的乡亲也非常关怀 任时期间定期由社会课长及同仁陪统到本乡的医院探望乡亲 后因为防疫期间的不变并且规划扩大关怀住院的乡亲 实施新城乡住院乡营养维温金 让在乡内外医院住院的乡亲可以到新城乡公所申请营养维温金 今年提升到1600元 让乡亲可以安心的调养 也借此祝福住院的乡亲们能够身体健康 早日康复 记者金红义先下午导